各位同学 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第三课的课文讲解 第三课呢 是在讲这个宫崎骏的动画世界 课文其实是还好 不过我们还是有几个重点稍微提一下 那一样也是分成两段 那我们现在先进行第一段 OK Many people may have either heard of Hayao Miyazaki OK 好 那我们这边看到这个may have heard of 这个may have heard OK 好 那其实呢 除了这个may have heard 这边还有一个seen OK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其实是要表达什么 他说可能曾经听说过 heard of 曾经听过 听闻过 听说过 好 那为什么要用may 而后面去加上have 跟过去分词呢 OK 好 我想这个的话呢 同学也许有听过 好 因为你这边你不能够说 Many people heard of 对不对 因为你如果是heard of 的话呢 变成是肯定的 好 所以当你加一个表达这种语气的这种助动词在这边 这个may 可能啊 好 好 但是你后面还是要表达过去式的时候 你也不能够说 may heard 对不对 不行嘛 好 因为你 我们的规定是 may 后面 助动词后面一定要变圆形 所以你如果后面直接加 heard 就会变成hear 那就没有过去的意思啊 所以就要说 may have heard 所以这个have heard 在这边的话呢 表达的是过去 就是曾经听过 这样 OK 好 那除了heard 还有呢 他说 may have seen 有没有 好 这边这个 所以这个seen的话呢 事实上我们是省略了什么 省略了前面的这个 may have seen 然后就是跟前面的共用同一个这个 may have 这样子 然后也许听过 也许看过 这样 OK 好 他说 his films such as My Neighbor Totoro, Princess Mononoke and Howl's Moving Castle have heard have attracted the interest of people of all ages OK of all ages 不同年龄层的啊 OK around the world when movie goers steep themselves in Miyazaki's films 沉浸在里面 然后see someone in something OK 把什么什么人 或者把这边把他们自己沉浸在 OK steep themselves in Miyazaki's films they easily note OK 好这个note的话呢 这边其实指的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notice的意思啊 这样 OK 或者是比较更口语 你还可以说什么 see 这样子 OK 或者是find OK 好那当然呢 用note的话呢 是一个比较书写上的用法啦 他们呢 特别去注意到喔 OK 然后留意到注意到 3 marked characteristics marked OK 我们知道marked这个字的话 当作动词可以说什么 标记的意思嘛 作记号 标记啊 OK 好比如说呢 你看书看到某个地方的话 你会把一个那个书签在这边 OK you mark where you stop 这样子 OK 好 那marked的话当作标记 所以呢 特别被标记起来的 表示就是什么呢 表示呢 这边指的就是说 obvious OK it's obvious OK it's clearly seen OK and special OK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说叫做 marked 特别被标记起来 表示它是很明显的啦 OK 然后呢 我们也觉得它蛮特别 所以才把它标记起来 OK so it's obvious 3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K 好 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已经有给同学练习过说 其实这个第一段啊 怪怪的啦 OK 好 其实呢 是还要再稍微补强一下 因为它这个第一段的这个逻辑 有点跳太快了 OK 好 不过呢 我们现在先往下看 First the main characters are often tough females who always face difficulties bravely and try to overcome them OK 他这边提到这个特点 OK 这个也的确是很多人在宫崎骏的这个动画里面发现 它的故事里面啊 而且很有趣的常常都是什么 都是小女孩 青少女小女孩这样 OK Take Sazuki the 12 year old main character OK 好 这边的话呢 这个12 year old 连在一起的话呢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形容词啊 本来你说Sazuki she is 12 years old 我们会有一个years 有没有 好 但是这边的话呢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形容词啊 好 所以那个year的S的话呢 就怎么样 就把它去掉 我们说怎么样 No plural form in the adjectives OK 没有复数型 所以你会说12 year old 请你不要加S OK 好 它说呢 12 year old 好 那补充说明一下就是说呢 今天你如果呢 怎么样 今天你如果要讲说 5岁的孩子们 你说有好几个 好几个several 5 year old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会把它加S加一字 但是这个是名词的S啊 这边这个5 year old 或者是我们说12 year old 在这边的话指的是5岁的孩子 12岁的孩子 那如果复数的话呢 我们就会把它复那个S加最后面 这个名词的做法就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中间那个语言 还是不加S啊 OK 它说的 12 year old main character in my neighbor Totoro for example she has to take care of her younger sister and do piles of housework piles of means a lot of pile 的话我们知道是一叠嘛 那当你有piles of 的话 表示一叠又一叠啊 那这个其实用来形容 housework 其实是蛮好的 因为呢 你就会想到说 一堆碗盘 一堆衣服 对不对 还有呢 很多的地没少 很多的地板没有清洁之类 OK 好 所以这边 piles of housework 好 请注意到housework的话呢 值得就是什么 值得就是家事 这个household chores housework OK 跟homework 不一样 OK because their father is busy working busy someone is busy doing something OK 本来我们这边其实是有一个 someone is busy in 或者是someone is busy at doing something 但是那个介系词我们常常都拿掉 所以变成说 their father is busy doing something 就好了 while 而在同时 好 而呢 their mother is being treated in a hospital 好 这边我们看到这个 is being treated OK 好 这边的话呢 我们看到b 动词的部分是 is being 有没有 ok 好 然后呢 过去分词treated 好 那所以各位同学刚才听到我讲说 be 动词 还有什么 过去分词 那be 动词加上过去分词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被动 对不对 好 但是他这边这个be 动词 长得比较特别一点 它是一个is being 好 那is being 它本身又是什么 本身又是什么 对啊 is 是be 动词 而这个be 这边又变成ing 所以这边呢 我们说叫做 欸 be 动词加动词ing 对不对 欸 仔细看好喔 be 动词 加动词ing 好 所以是什么 进行词吧 对不对 ok吗 我们说呢 for example you say I am talking He is reading 有没有 好 这是不是be 动词加动词ing 好 所以这边的话呢 这叫做什么 进行词 好 be 动词本身变成进行词 然后呢 过去分词 好 但是原则上来讲的话 这个还是一个什么结构呢 还是be 动词 加上过去分词 ok 好 只是呢 这边呢 我们要强调是正在被 怎样怎样怎样 好 这样子 ok 好 也就是说 在那个同时 他妈妈呢也正在接受治疗 这样子 ok 好 那你说为什么不干脆说呢 while doctors are treating 但是呢 doctors 其实在这边并不重要 这边重要是他们的妈妈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呢 其实比较重要的是在讲 their mother 所以把their mother拿过来 放在主词 至于是谁治疗 大家的 反正医院里面嘛 不是医生 还是医生啊 不是嘛 好 所以呢 不需要特别讲说 医生在治疗他 而是他妈妈在接受治疗 这个比较重要 好 所以呢 变成用被动 然后又要强调说 正在接受治疗 所以会变成 is being treated ok in a hospital actually sazuki's childhood is similar to miyazaki's ok 好 这边的话 请同学注意到这个 miyazaki's ok 这个eps的话呢 后面其实省略的是什么 省略了 miyazaki's 前面有提到的字 现在不用再重复讲了 miyazaki's childhood ok 因为呢 你这是两个人的童年 才能拿来做对比 sazuki's childhood 还有miyazaki's childhood 只是前面已经讲过这边的话 我们呢 就不用再重复 这个miyazaki's 就可以当作代名词来用 他的童年 代替他的童年 when miyazaki was about six his mother was treated for lung infection ok 肺部呢也是有受到感染 and this continued until his teenage years 一直到他呢 十多岁的时候 才终于治好了 ok 一直持续一直持续 一直到他十多岁的时候 那也就是说 到十多岁的时候呢 他妈妈终于治疗才结束了 但是那段时间之前一直都在治疗 ok consequently consequently 还记得consequence这个字吗 那consequently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 as a result 对不对 因此 ok 因此呢 miyazaki had to care for to care for is to take care of to care for his two younger brothers to take care of his two younger brothers ok just as sazuki does 好 这边的话呢 又出现了一个代替啊 代替什么 代替呢 前面已经讲过的动词啦 那这边从意思上面来讲的话 前面讲过的动词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care for so it's just as sazuki cares for her younger sister in the film ok 好就像他所做的一样 那这个does的话呢 其实就是指照顾呢 小弟弟小妹妹 ok ok 好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部分 ok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为止哦 拜拜